如果说猛血糕是血糕刺客的话 那它这个简直就是血糕汗肺了 好嘞好我是哲学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是值2.39万亿的酱香科技公司茅台出的新品 茅台冰淇淋 这个名字简单又粗暴了 其实它这个呢是茅台和猛牛联名出的 但是大家好像并没有太注意到猛牛的存在啊 这玩意儿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在里面加入了一点点一丢丢的茅台酒 寄陷奢华 也许吧 反正呢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噱头了 它的一盒啊很小就75克 总共三种口味 原味的香草味的青梅足酒口味的 当时啊这玩意儿 它的官方售卖渠动的可以说非常的狭窄 基本上呢就在当地卖 所以迫不得已呢 我就只好找人高价代购了 388 3盒 好家伙今天我一看 它喵的官方APP上卖3盒只要191啊 不愧是你啊 血亏老过啊 亏到老老家了都 OK 平复一下心情 来来来我们赶紧来尝一下 看看它究竟好不好吃啊 顺便的带大家来于是吃一下 希望大家能点个赞支持一下啊 香草味的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口味了 其实这盒子吧还挺精致的 盖子里面呢有个勺子 打开瞅一瞅吧 我去 这都有点化了呀 这这这都成一锅浓汤了 这还是冰淇淋吧 我都没敢耽误 它还是化得非常快啊 不像某些雪糕 放两个小时它都不带化的 喝汤 就会喝那种非常浓稠的甜汤一样 非常的丝滑柔顺 刷一下这进胃里面 真的入口你就能感觉到那股酒香味了 啪一下就上来了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那个香草味它才出来 而且它比较淡 可能是因为这个酒精把它给压制了吧 真的加了酒精真的好奇怪 不过这样喝着吃也是够奇怪的呀 这样吃吧它就会聚甜 咱不能说它不好吃啊 主要是这个酒精味太怪 它的酒香太过于凸显了 导致其他味道被压制的狠狠的 无法散发出来 我紧急的冷冻了一晚上 现在好了 还是这种固体好吃啊 这样吃的话 它那个酒香味呢 就会释放的稍微慢一点 可以细细的品尝一下 不过味道还是比较怪啊 一盒真的太少了 就这 官方价一盒都得66 这他喵的谁会去买啊 从来像我这种冤大头 好的 再来看这个原味的 都是冻了一晚上 这个开盒应该非常好 冻得很结实呀 一口下去 它这个酒味它就冲上来了 咋说呢 按照配料表上面写的呢 它里面只加入了2-5-3度 贵州茅台酒也不知道是哪一款 算一下的话也就是 1.5克才加了1.5克 但没有似的 但是它的存在感呢 就非常强 酒味很浓 比刚才那个香草味的还要浓 其实香草味跟原味的味道铁香 感觉除了这个酒味吧 它就是一款非常普通的冰淇淋 确实不配这个价格啊 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耐啥了 那只加入一点点的酒精 但是呢 当你吃完之后 那个瞬间 那个口腔里面 它这个酒精含量呢 还是非常高的 吹一下那肯定是酒驾呀 这所谓开酒不喝车 喝车不开酒啊 所以说这玩意呢 开车的时候不能吃 你想啊 在一个非常悠闲的下午 你高高兴兴的开着车吃的冰淇淋 突然就进局了 好心情的瞬间就没有了 这就很尴尬呀 其实就这点含量的酒 吃起来跟没有一样 除非你过敏 不然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个 不适感 最后一款 青梅足酒味的 喝着绿绿的 哎呦我去 不知道前面两款上面 有没有这个图案呀 这个漩涡 它应该是里面唯一一个没有画的 就比较完整 这个漩涡应该是用那个 青梅果泥什么玩意儿的画出来的 来一坨 这个口味呢 是里面酒含量最少的 只有1.6% 很低 酒味香对来说呢比较淡 为什么我感觉这三个口味 都一个味的呀 好像区别不大 像这一款呢我感觉就是它在原味的基础上加了点这个 青梅味的那种果泥啊 或者说一些香精之类的 而且味道还比较淡 感觉挺没意思的 这三种口味 它的味道都非常的相似 讲真的作为雪糕来看的话 这一款呢 它只能说是味道非常的一般啊 里面加了茅台酒 就是它最大的噱头 最大的特点 这玩意儿呢我觉得它本身的价值呢 确实也不太高啊 总要是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 高端路线 官方售价都是66亿盒 这值吗 这真的值66亿盒吗 反正我觉得不值 也就尝尝鲜了 好的就是这样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个赞呀 感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